大家好,我是卡图摄影教育中心的叶子 欢迎和我一起学习自由职业摄影师课程 那我们接下来要了解一下的是防红眼闪光 这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叫红眼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人的眼睛 它有红膜,有瞳孔 中间那个黑的是瞳孔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只眼睛其实很漂亮 这是一个闪光灯拍摄的眼睛作品 但是事实上我们拍眼睛会有些困难 尤其是当这个人物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的镜头的时候 直直看着我们相机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这个困难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来看看这是眼球的一个横泡面图 接下来我们闪光灯从正前方 注意啊 闪光灯从正前方射入光线 进入到眼睛里投影在视网膜上 并且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视网膜啊 它接受到了太强烈的光线 它又是一个碗状的 这个形状很像是个雷达罩 它把光线又跟你弹了回来 然后弹回咱们的相机镜头里 这种情况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在闪光灯就在镜头旁边的时候啊 就是正面光源的闪光灯的时候 是很容易发生的 弹进去的光又被我们视网膜弹出来 那视网膜什么颜色大家都知道 是红色的 这是我一个学员啊 他是一个眼科医生 给我提供的一张 非常清晰的眼底视网膜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红 如果我们的闪光灯 真的就在镜头旁边的话 把光线射进去 又被视网膜以碗状的形式 集中的给你射出来的话 那么这是非常恐怖的 那么眼睛瞳孔部分呢 会变成瞳孔瞳孔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红眼 那当然我们所说的 要防红眼防红眼 防的就是这个红眼 我们再来想一想 有什么办法来防止红眼呢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 注意别用正面闪光 比如说像刚才那张照片一样 这是一个正面的闪光吗 不是镜头在下面 但闪光在那上面 只要稍微有一丁点的差异 咱们的这个瞳孔呢 就不太可能集中的 把那么多的闪光光亮 又给你反弹回来 所以红眼就会消失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你别看镜头 你的眼珠子别往镜头这边看的时候 会比较难产生红眼 因为你的瞳孔的这个 近光面积变小了 这一招呢 对于那些眼睛特别大的啊 瞳孔特别大的这些人来说呢 应该是非常有用的一招 他是这么干的啊 佳能喜欢这么干 原来很多佳能相机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真正的拍照之前啊 先发出一连串的闪光 这连串的闪光是非常快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啊 就是一半块门像就 发出这一大串的这种快速的啊 高强度的闪光 然后这一串闪光射到这个人的脸上以后呢 你的眼睛一看啊这么亮 你的瞳孔马上就会收缩 你会就会觉得这个光线太刺眼了 瞳孔会自动收缩 瞳孔收缩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闪光啊 它就进步太到眼底了啊 那相机就趁着你这个瞳孔收缩的这一下 给你来一次真正的大闪光 把快门打开 把照片给拍了 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瞳孔已经是被前面的一系列的小闪光 给刺激了 给缩小了 所以就不太容易见到眼底的双目的红光了 但是这种闪光很让人讨厌啊 因为它总是让我们觉得好像已经拍完了 而且呢对被摄的人物的刺激性相当大 导致对方表情也不好 我们后来给他取个名字 叫脑残闪 不知道是说这个佳能的这个设计者是脑残呢 还是说我们闪着闪着就变成脑残了 很多人见到那个一系列小闪光的时候 就以为已经拍摄完毕了 所以就转身准备离开 哪知道其实真正的闪光在后边呢 真正的拍照了还没开始呢 老是只能拍到一个背影 那尼康的相机呢 就向来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用机身的一个销手垫上射出一个光线 是个持续光线 它可能亮个两三秒非常亮 然后刺激人的眼睛 瞳孔收缩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真正的拍照 再真正的闪光 再真正的捕捉你的这个眼神 就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瞳孔的缩了很小了 在尼康相机呢 一般是在这个位置 是它的小灯泡 是用来做防红眼的功能的 那么佳能呢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型 是使用这种方式 而不再使用脑残闪了 那最后我提醒一句 不管是这个佳能脑残闪 还是这种销手垫的方式啊 都是可以做两个作用的 一个呢 它可以辅助相机进行对焦 有时候光线太暗了 这一点光线能帮助你的相机进行对焦 另一个呢 就是防红眼的时候 它们要起到帮助人去收缩瞳孔的作用 我们之前在对焦的时候 应该说过这个地方 是吧 叫辅助对焦灯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灯亮起来呢 那么你也可以在菜单里面去把它关闭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种闪光模式 叫做慢速同步闪光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我们拍夜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拍夜景用慢速快门 对吧 那这样照片是用了30秒的快门速度拍整的 但如果你要是打开闪光灯的话 会怎么样呢 如果不是手动曝光模式啊 是什么A档啊 或者P档 或者是S档啊 光圈或者快门优先的话 如果你弹开闪光灯 你相机呢 马上就会明白 啊 你要闪光了 那闪光的光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相机会尽量的的去压低整个曝光 以防 闪光灯射出去以后 被弹回来的时候呢 曝光过度 那这个逻辑呢 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闪光的光线是很强的 远比你这个原本就昏昏暗的场景要强的多 所以呢 你只要弹开闪光灯 相机呢 就会自动的压低整个曝光 以防我们的闪光 一会闪出来的时候 曝光过度 但是请注意啊 咱们这个闪光的光线呢 你还记得吗 每远离一倍的距离就要降到原来亮度的四分之一 你觉得那个夜景那么远 几百米远的这些桥啊 对面的那山能接受到你的闪光 还能弹回来让你的相机这个轻轻松松捕捉到 拍出亮堂照片来嘛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请别忘了 我们的闪光啊 在拍远景的时候完全就是没有用的 你弹开闪光灯只能让背景变得太黑 之后有人就说了 我肯定打开闪光灯是要拍近处的人物的呀 可以啊 你是拍近处人物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打开闪光灯的话 由于近处的人物离你太近 而远处的桥梁离你太远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会变成 人物是这么亮堂的前提下 背景就太黑了 那这样的结果呢 总是让人能以接受 我们希望背景依然能像我刚才拍那张夜景一样 是吧 亮堂一点 而同时前方的人物呢 也要亮堂一点 他俩要差不多亮 那该多好啊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慢速通步闪光功能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介绍了 闪光能一弹开 我们的相机呢 他就用了快速开门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对相机发出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是有点奇怪的 就是请相机你给我用拍夜景那样的慢速快门拍照 是30秒就是30秒 你别给我弄快了 好吗 第二 请相机你在用慢速快门拍照的同时 给我闪一下光 这叫慢速同步闪光 就慢速快门同时闪一下光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慢速快门可以负责把背景拍的足够的明亮 就像我们真正在拍夜景一样 而同步闪光这事呢 可以让我们前面的人物不至于变成一个纯黑的剪影 不至于在这个逆光的夜景照片下啊 肤色显得过于暗淡 我们前面说这个闪光曝光赛阳所里面说到这个问题了 对吧 不管你的快门速度是多慢 那闪光就是一瞬间啊 所以你慢速快门跟闪光这件事 其实本来是不冲突的 你用慢速快门拍背后的夜景 用闪光来拍前面的人物刚刚好 没有问题嘛 所以请大家记录一下啊 在夜景人像的时候 慢速同步闪光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这么一种功能 那一般来说呢 慢速同步闪光在彩蛋里面的 会被表现为一个闪光符号 旁边写一个slow啊 slow 就是慢速的意思 那么每一个品牌的相机的这种符号 都会有所区别啊 具体的还是请大家查阅自己的说明书 我在之前反复强调了 说明书是咱们课程的一个重要的辅助工具 把它当字典来查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 有了慢速同步闪光功能 我们就可以在夜景下 轻轻松松的进行闪光灯人像 而不至于呢 出现人物太黑或者背景太黑的情况 不管你是拍一张简单的纪念照 还是一个真正的商业大片 慢速同步闪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看看后面这种黄昏的蓝色 看看那些房子里的星星点点的灯光 你就知道了 此时的周围环境光有多暗 如果你只是开闪光灯 那么这个人物的背景就像一片漆黑 如果你是慢速同步闪光 那两者的光线你就都能兼顾 当然慢速同步闪光还有一些特殊的用法 你们可以自己去想象去琢磨 比如说我们在拍这个舞台的时候 慢速可以让我们这个人物啊 在空中舞动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吉他的这个金属键 反着光在空中舞动的时候 滑出这样的轨迹 这是慢速快门的节奏对吧 同时呢 我们可以在人物 动作到某一个关键点的时候 嘴巴张得很夸张的时候 正好啪闪了一下光 那么这个闪光正好就帮你记录了一个清晰的人物轮廓 和一个清晰的这个吉他的形态 所以呢 这张照片是既抽响又具体的啊 它是慢速同步闪光的节奏 那慢速同步闪光呢 它还没完 它还分前连和后连同步闪光 嗯 不是每一台相机都提供了这两种慢速同步闪光的功能的啊 嗯 但是如果是外置闪光的话 一般两种都会有 呃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前连同步闪光 这要牵扯到我们之前说的快门的呃 知识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快门是如何工作的 是分前连和后连的 前面有个连后面有个连 我们现在前连用红色表示 后连用蓝色表示 快门的工作过程是前连先要开启 是吧 然后呢 后连关下来 前连关回来 啊 后连回位 所以这是咱们的这个快门的工作过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横坡面图会什么样子的 现在画面中央的是镜头啊 右边的红色代表前连 蓝色代表后连啊 绿色代表我们的感光元件 此时我们的前连同步闪光 请注意前连同步闪光的意思是 当我们的快门啊 还没真正打开时 后连做好准备 跑到上面去了 做好准备 然后前连打开开始曝光 并在刚开始曝光时马上闪光 闪完光以后 哎 一直不关 这叫慢速快门嘛 对吧 比如说啊 5秒10秒15秒 他一直不关 他一直开着 但是这个开着过程呢 是闪完光以后 他一直开着啊 是前连刚打开就闪光 闪完光一直开着 30秒过去了 关闭后连 前连归位 我们的曝光就结束了 呃 你可以想象 这样的画面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给大家看一个模型啊 车辆 如果是不断的向前前进的啊 管它是模型还是真车辆 它是不断向前前进的 当我们刚打开快门前连时 这个时候车辆应该是在右边的 因为它是从右往左走的 对吧 这个车辆现在在右边的时候 我们快门连刚打开 前连刚打开 啪闪了一下光 这时候这个车辆 会不会在我们的快门右边 留下一个清晰的轮廓啊 是吧 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但是呢 它后连迟迟不关闭 这个车辆一直往左走走走走走走 它就走出去了 走出去的过程呢 就会在空中划出这种车身尾灯 车大灯的这种轨迹 所以这就是前连同步闪光的结果 前连打开的瞬间 闪了光 车留下了 然后呢 后连迟迟不关闭 所以车在它前进的这个方向 留下了大量的轨迹 这个符合逻辑吗 这个啊 这好像不太符合逻辑 好像这车的倒退一样感觉 是吧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后连同步闪光是什么意思 后连同步闪光 是注意 还是那个后连呢 先准备好 准备要开快门了 这个时候呢 快门打开了 前连打开了 前连打开以后呢 它一直就不闪光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后连同步闪光 是在后连要关闭前才会闪光 所以你就等着吧 前连和后连都是慢速同步闪光的一种 现在慢速同步闪光 就是慢速快门的意思 这个慢速快门一开开了30秒 好 现在30秒过去了 就要关闭后连了 咱们就要结束曝光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突然闪了一下光 同时 后连关闭 前连归位 这个时候我们排除的效果就刚刚相反了 因为它刚开始就开始曝光了 所以车就已经拉出了长条的轨连 在这个车辆即将出画面的时候 我们就要结束曝光了 这个时候突然的闪了一下光 曝光 打燃而止 就停了这个地方 你想象一下 最左边是这辆车的清晰的轮廓 因为闪光的这个车要闪的 之前它没有闪光 所以车辆呢 就在后边留下一个慢速快门的轨迹 这叫后连同步闪光 那么你们可以想象 前连同步闪光 后连同步闪光 各用在什么时候呢 在拍舞台的时候 在拍舞蹈的时候 最好是前连同步闪光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捕捉这个人物的表情 像刚才那位哥们说 张大嘴 咆哮着这个唱摇滚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一按快门 快门一打开 就闪光 这时候 你就抓到了他最好的表情 接下来 他是慢速快门 这个时候他的空中 挥舞来挥舞去 拉出了这样的那样的轨迹 是很漂亮的 虚实结合的画面 就像刚才看到的范利一样 但是我们在拍车辆的时候 由于想要这个车拉出的轨迹 在车后边 他要符合逻辑 符合这个车辆前景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只能是 运用后连同步闪光 这就是前连同步 和后连同步的区别 请各位同学呢 进一步查询说明书 来看一看 在你的闪光灯上 在你的机身上 它们俩分别是 什么样的一个图标 什么样的一个图形 以及按什么样的按钮 可以去切换 这两种慢速同步闪光模式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 闪光同步速度的概念了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快门的运作了 它跟闪光呢 还是蛮相关的 虽然快门时长 对照片的亮度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快门 有两种快门 其中只有一种快门 能用来配合闪光摄影 它就是全开快门 还有一种 是不能配合闪光摄影的 叫狭缝快门 什么叫做全开快门呢 我们再来看一次 快门怎么运作了 好吧 我们是后连做好准备 前连打开 然后呢 后连关闭 前连归位 这是整个曝光过程 请注意啊 后连打开以后 前连也是全打开的 这叫全开 就是两个快门连 它完全的让到了一边 整个把这个光路让出来 让光线直接射到我们的CMOS上 这叫全开快门 而狭缝快门不是这么回事 它的存在呢 其实是因为 我们的全开快门 是有极限的 假设 咱们能做得出来的 全开快门 最快的快门速度 就以250分之一秒 那会如何呢 那说实话 现在绝大部分的相机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全开快门的极限速度 就是250分之一秒 因为那个快门 它毕竟 它有一定的厚度 是吧 它有它的一个 这个材质的一个要求 你不能太快 太快它就得崩了 它就得飞了 所以 这全开快门 就只能开到250分之一秒 你要想要更快的快门 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就是想要 500分之一秒 快门怎么办 我们就想要更高的快门 怎么办呢 那么请注意 这时候我们的相机 就有点投机去巧了 它是这么干的 请看啊 我们的快门呢 来 后连 做好准备 让到一边 现在前连要打开了 但是 请注意啊 我们 全开快门的极限 为250分之一秒 再也不能快了 要不然咱快门 就得变形了 所以呢 它仍然保持 同样的运动速度 但是前连只开一半 它只开一半 然后呢 在继续打开的过程中 后连跟上 永连保持只开一半 直到全部关门 这叫半开快门 它就是狭缝快门了 它是一条小缝 这个时候 虽然我们的快门运动速度 是跟那个250分之一秒 一模一样的 但是 进来的光线的多少程度 就降到了原来一半 这就叫狭缝快门 最后一个动作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前连 归到原位 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次 我们想要一千分之一秒 怎么办呢 好吧 我们就开四分之一 是吧 前连开到四分之一的时候 后连始终跟上 跟它一样的速度 保证 永远都只有四分之一的面积 在曝光 直到快门全部关闭 只有狭缝快门 那么这种快门 大家多多少少的 其实自己都体会到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一条狭缝 它的影像的生成 其实是从这个画面中 扫描过去的 是吧 从上往下扫描过去的 所以你在拍摄 高速运动的物体的时候 它的画面就会有一种 叫果冻效应的 这么一种效果 很有意思 请注意 我这里要强调一下 咱们在Cmo上 形成的像是导向 就是上下是颠倒的 所以虽然咱们的 这个狭缝快门 是从上而下的 这么一个扫描过程 但是在图像中来看 是从下而上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坐高铁的时候 如果你的高铁速度 非常的快 你拍到地平线是平的 地平线是平的吗 现在相当平的地平线 但是这个近处的柱子 电线杆 它就是歪的 为什么会出这种效果呢 因为当这个狭缝 经过这个电线杆底部的时候 电线杆还在这个位置呢 是吧 还在靠左原来位置呢 然后当这个狭缝 运行到中间的时候 电线杆就已经跑到右边一点了 当这个狭缝 它上面的进行曝光的时候呢 这个电线杆就已经 快到右边去了 所以它拍出来 即使你把相机 是摆的平平的 但最后 我们的这个电线杆 也会变成倒下来的形状 如果是拍一些车辆啊 人物啊 这种果冻效应就更有意思了 你看后边的那些东西 都没什么变化 唯独是高速运动的车 在果冻效应下变形了 它这个车轮还在右边的 是吧 这个车身就跑到左边去了 整个这个车就像是 橡皮泥一样 像果冻在晃的时候 那个那个上面下面 有点点的延迟 有点脱节的这个感觉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果冻拖在手里面 用力晃它 那是什么感觉 就这么个效果 但是闪光摄影的时候呢 这种狭缝快门 会给我们的闪光 造成一定的束缚 我们以这种 在影棚里面拍摄的照片为例 现在这个房间 你看到的所有的物体的光线 全部来源于咱们的闪光灯的光线 此时如果是全开快门 你拍到的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场景 该亮的地方都是亮的 该清楚的地方都是清楚的 但是如果你是狭缝快门的话 你可以想象 这一条狭缝扫描过 画面中的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突然你闪光 刹一闪光 那就意味着呢 两旁都会是一片漆黑的 中间是亮它的 甚至中间会有点包容过度 那么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咱们的狭缝快门 是不能用来做闪光灯摄影的 那么我们最快最快的那一档 全开快门 也就是全开快门的极限速度 在闪光摄影中 我们就有给它的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闪光同步速度 意思是闪光灯能用得上的 最快的一档快门速度 叫闪光同步速度 那么我们相机现在已经够高级了 如果是半自动挡的话呢 当你弹开闪光灯 你会发现 你能用的这个快门速度 是不会超过一个极限的 比如说 请大家一起跟我做一个实验 请你们现在都拿出自己的相机来 把相机打到S档 就是快门优先模式 然后呢 请把你的快门 调到一千分之一秒 甚至是两千分之一秒 没关系 调到非常快 两千分之一秒吧 好 这个时候请打开你的闪光灯 当你把闪光灯弹起来那一瞬间 你会发现你的快门速度 陡然就降到了二百分之一秒 或者二百五十分之一秒 那突然一下 它就不让你用那么高的高速快门了 那原因就是 那些快门都是狭凤快门 你现在见到的这个 最快的一档快门速度 打开闪光灯时 能见到的最快的快门速度 就是你的最后一档 全开快门 也就是你的闪光同步速度 那么相机上没有闪光灯 也没有购买外界闪光的同学 请你们去查阅说明书 看看你的机身的闪光同步速度 是多少分之一秒 这个要做的心理有数 另外提醒大家 如果你用的是手动曝光模式的话 相机可是什么都不管的 所以你依然可以用 高于闪光同步速度的快门速度去拍照 但是你拍摄照片 就会像我刚才演示的那样 只有一条狭缝是亮的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